被贪念反噬的人生 以下唯一位有缘人分享 接触经社已三年多了 这段期间承蒙佛菩萨的开示 我陆陆续续教了外道院 魔性和诸多业力 同事常说 你的个性改变很多 变得更温和 有耐心 平易近人 朋友说 已经两年的身体 变得更健康了 以前大大小小毛病很多 现在都好了 改变是循序渐进的 今天比昨天好 就是进步 同事和朋友感受到我的改变 并且与我分享 真的让我很惊喜 让我知道 自己要修正的部分 还有很多 要更努力精进 在还没有送经修行前 我的贪念很重 总是喜欢贪小便宜 也因为这样 常常花钱 囤积很多无用的东西 自以为赚到了 但整体计算花费结果 反而浪费更多 修行之后 反省自己的贪念恶习 才明白 生活越简单越好 欲望越少越好 才不会因为贪念 而浪费很多资源 还可以把钱 节省下来做布施 理人立即 两年前 心中有个巨大贪念 纠缠着我 我一直放不下 对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非常痛苦 当时我想买房子 但钱不够 想先借公公的钱来用 但先生不允许 认为这是公公的养老钱 不能随意商界 我很气愤地告诉先生 多年前 公公曾资助先生的兄长 在老家建房 薪额颇大 为何同样都是公公的儿子 我们却得不到任何帮助 再者 按照农村的习惯 以后公公的养老 主要还是得靠我们 为什么不能先拿钱 帮助我们 我越想 越是不平衡 甚至放任心中的恶念膨胀 如果公公不帮忙 将来不会给他养老 因为法律上 儿媳没有义务帮公公养老 我嘴里一边念经 心里一边计划着 要做最坏心的事 犹如天使和恶魔 天天在打架 明知道 有这样的恶念是不对的 但还是无法控制自己 天天陷在烦恼的痛苦中 难以自拔 那时候 已经遇到经社 开始送经宵夜了 我有加入修行群组 每天在群组里 看到师兄姐分享的 经社感应文 以及阿伯的教诲 要孝顺父母 要孝敬公公婆婆 要羞忍辱 要放下得失 要圆满 等等 这些道理 我通通都晓得 可是真正做起来 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谈 我实在做不到 但我知道 这是我的功课 阿伯常说 心要送 心性也要提升 口送心不转 面破万卷 已婉然 为了改善这个状况 我观察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想知道他们是否 也能做到孝顺公婆 圆满家庭 观察的结果发现 自己 虽有在修行 但都只是修表象 而同事朋友 尚未有机缘得育佛法 但对父母和公婆 都非常孝顺 把家庭经营得很温馨 很幸福 我感到非常惭愧 往后 只要对公公心生恶念 我就马上在心里忏悔 降伏无名妄想 持送佛号 将心中的恶念 转成感恩公公 感恩佛菩萨的善念 努力转念一段时间后 我看到一篇 京涉部落格的分享文 承受到家人的业障怎么办 文中提到 因为前世继承祖先的遗产 所以本世 要帮祖先 投胎转世而来的家人还业障 以报答前世的恩惠 目前社会上 有许多争遗产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如果用英国的角度去看 这只是在做福报的交换 现在我将福报给您 未来是再还给我 若是我今世想方设法 拿了公公的钱 受了公公的恩惠 公公去世后 我可能会扛到他的业障 或是未来是 不知要用什么方式还债 欠人的 总是要还 想到这里 我不仅打了个寒颤 也放下一直 执着于 要公公资助的念头 众生轮回多结 因无名习气 导致造恶无数 累积的业力多不胜数 今世 有幸得欲经社 能用因果债功德还的方式去消业 若我还不知珍惜 这样稀有珍贵的大福报 再任由无名妄念 去造业 作恶 分别计较 那真是枉费佛菩萨的慈悲救度 和阿伯的音音教会了 修行的考验和磨难 是持续不断的 这些逆境 都是为了让我们提升心性 最好的安排 遇到了 就要谦虚悲下 欢喜接受 忏悔改过 因为 人 要经过磨难 才能成长 受过考验 财生智慧 修行的过程虽然辛苦 但阿伯常说 吃苦 聊苦 苦尽 甘必来 世间福报 苦中休 只要经得起考验 就能逐渐消除 累失业力 和无名习气 人生就能越来越幸运 越来越光明清净 以上 唯有缘人分享 世间万物的运行 接照着因果走 阿伯说 有孝顺的因 才有孝顺的果 对父母长辈尽孝 是我们待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古有云 乌鸦繁补 高羊贵乳 连动物都晓得父母恩重如山 懂得回报父母的恩惠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受过伦理道德的熏陶 接受知识教育的培养 更应该对父母 升起如目之思 与感恩的心 要效仰父母 报答父母的恩情 阿伯的话 现场开示 兼华节路 百善以孝道为先 公婆对你不好 还是要去孝敬他们 她造她的业 你修你的行 子女应尽的孝道要守好 要感恩他们 给你尽孝的机会 并以真心对待 即使修行人 就要以慈悲心来处事 才不枉费 佛菩萨的尊尊教会 婆媳之间 要多多包容 凡事不要太计较 公婆在世时 媳妇要好好孝顺 与照顾公婆 公婆若以往生 媳妇念经 回向超度他们 也是为人媳妇的本分 表象上是媳妇在诵经 但实际上是公婆 在成就媳妇 因为公婆 得到超度的功德 而媳妇则是得到 无价的智慧 孝顺父母 是基本的修行 修行与孝顺 是两回事 是不相违背的 孝顺 是为人子女的责任 孝顺父母 是应该的 若很孝顺父母 但父母带你不好 这也是佛菩萨 安排的磨练 众生在五浊恶事中 辗转轮回 原本清净光明的心性 被五欲臣老所染污 贪 掺吃 卖移 随着私欲膨胀 而快速增长 伦理道德观念败坏 品格德性 衰退 造成诸多世间乱象 天灾人祸 贫乏生 世间种种的痛苦烦恼 分别争斗 皆源自于 无名妄想 私欲赤胜 学佛修行 持送大圣经典 就是为了从内心 去无存经 迪净被染污的心性 恢复本自具足的佛性 消除五毒恶习 找回原本的光明清净 上述有缘人 反省自己的贪念太重 从贪小便宜 到想要公公的钱 来资助买房 从这个例子可以得知 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 若不从根本上 去杜绝恶念 从源头去忏悔改过 小贪会渐渐累积成巨贪 小错 会渐渐酿成大过 更甚者 还可能会造成 难以挽回的汗事 届时 就更难以补救了 古有云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有声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不要小看细微的恶念 世间万物 皆是从细微的 无名欲念而生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要多关照 自己的动心启念 降伏无名妄想 善忽念 才不会被欲望 牵着鼻子走 行叉踏错 毁恨终身 无论是亲生父母 养父母 继父母 或是公婆 都是我们的长辈 孝敬长辈 是天经地义的 是身为晚辈的本分 长辈的是非对错 我们不需要议论 更不必参与其中 我们可以尽量地劝勉 引导他们 走向正确的道路 最好的方法 是度长辈们 学佛修行 让佛菩萨来教导 用佛经 来熏陶 这才是对长辈 最大的孝顺 与长辈计较 争斗 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还会造作不孝顺的恶因 将来受不孝顺的苦果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以身作则 从内心 至诚 至敬的孝顺长辈 与他们分享佛法的好处 让他们看到 晚辈学佛修行后的转变 用慈悲心 欢喜心 悲下心 来包容体谅 用智慧来引导 人的心 是肉做的 持之以恒 相信长辈们 一定能深受感动 渐渐地软化 进而愿意改变 俗燕云 吃果子 拜树头 做人 要懂得饮水思源 要懂得感恩 与回馈 佛家语云 众善因 得善果 众恶因 得恶果 待人处事 不能只顾着眼前 不能只为了 逞一时之快 而不顾后果 圆满 比对错重要 人活在这世上 要与众生 广结善缘 不要借脚 一时得失 吃亏 就是占便宜 人生苦短 要好好把握 短暂的光阴 努力 精进地修行 提升心性 催修炼 智慧 不要浪费时间 再借脚得失 追逐欲望 这些都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 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放下 才能得自在 南无本师 世家 牟尼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 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现世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未经许可, Swin 天佛 日子 大